美麗的自然環境 露高雄小半天地区的半天球 可以說是當地地名的經典之餘 不過現在半天球上的柴頭 已經開始在生生地 叫米也有發生開始後期的狀況 這條半天條的旁邊都是木質的 都炒的 炒的如果用父母油來保養 它的卡牆地 乾水後它不用幾年它就熬掉了 所以每年的保養對這條球的項目是很重要的 就從去年開始就有 油客來反映說 釣球、補兜都沒有在維修、保養 釣球面都在損壞 甚至有在後期的情形 就是煩惱這幾個造球 會慢慢後期做成損壞 當地既然是向陸國鄉公所 聲稱保護柴頭在用的油 主動作法來做激工 付借維護的工廠 其中二月最大的今年已經83歲 二月最輕的現在還在讀大學 大家都想像自己手頭的工廠放一邊 紛紛出來操三天 這就是做 從以前的 叫海的時候 我釣出來做這條 這樣不避免 避陷 那個叫板有的就熬了 現在公所釣出來 自己我們這裡做二天來做 我們家在開咖啡廳 都是因為這個吊橋來吸引很多遊客 來到我們那裡 然後我覺得說 因為有這個吊橋 所以我們要更愛護它、更維護它 三年多前半天橋是很不簡單才完工 當然既然既然是相當愛護這個美麗的風景 也希望這座美麗的半天橋 可以好好維護保存的來 自己的工作棒了 我也要來把這條吊橋來做一個維護和保養 大家都有這個共識 因為大家都愛這個地方 政府花那麼多錢 花幾千萬人來做這條吊橋 之後也沒有維修保 保養 這條吊橋的收命 會縮低 大家都知道這個情形 雖然日後很厭 不過為了維護自己所愛的土地 當地其民就算在燒熱的天氣當中 也願意付出自己的熱量 也希望UK來到這裡 可以看到美麗的風景 以及美麗的半天橋 繼續創有開採風報道